十里三倍圈开响第一天遇上了系统大当机 好扫兴啊 上午呢十一点左右 大概十十点左右啊 突然就大庭摆了 那么就连资深飞机咒关于浩维也呢受到波及 前后快两个小时才搞定才领到 明镇甘等抱怨 那么中华邮政董座呢亲自视察 说是因为人流这个流量太大了 系统根本超过了负荷 而江峰部长林嘉龙则丢处要成立应变小组 在最后半个小时之内来修复 兴奋强领三倍圈号码牌 期待全鞋脸上还有人凌晨四点多就来排队 再三确认就怕油少 邮局购买值本券一开始都很顺畅 想不到状况接踵而来 没多久开始大当机领取作业瞬间停摆 直本三倍圈开放抢购第一天 邮局提早作业八点发放号码牌 八点半开放进场 守卫民众顺利领到 但从十点周开始交易流量过大 系统罢工全胎都遭殃 等了半小时才恢复 民众着急干等就连资深飞行教官都受波及 中华邮政董作亲自出面视察 大家长交通部长林嘉龙也作出承诺 后台紧急暂停服务直到十点半状况解除 恢复顺畅 为防人流过剩 邮局事前也订定单双号分流措施 还有记卡后领服务 部分甚至在周六加班以便上班族 上入首日难免有状况 后续配套顺畅度 全民也等着看 记者综合报道